进化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 意味着动物的基因经过几代的努力 可以更好地适应它们的环境 这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除非你把人类加入到这个组合中 在自然栖息地上建造城市 污染土地和海洋以及打猎 我们不仅改变了植被 也改变了动物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因为人类而被迫进化的动物吧 素食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 请把你们的目光移开 无象牙大象 据估计 为了获取象牙 每天有超过100只非洲大象被投猎者杀害 即使是现在 尽管象牙贸易是完全非法的 它也被服务人所寄予 作为装饰品和无用的神药 为了得到象牙 通常意味着大象被杀死 或者在野外剩下了没有象牙的非洲大象 但这种威胁 正在促使这些非洲大象进行可怕的自然选择 它们正在进化到没有象牙 莫桑比克内战后 因为珍贵的象牙 该国近90%的大象被捕杀 但是 大象现在出生时发生了一种罕见的病变 阻止大象长出象牙 从而避免了被捕杀的命运 研究人员约瑟芬斯密特发现 这一特征已经传给了下一代 在剩余磁性大象中 32%不会长出象牙 通常这只会发生在大约2%至4%的 磁性非洲大象中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事件 在南非 这种情况更极端 埃多国家公园超过98%的磁性大象 显示出无象牙的新优势 如果偷猎象牙的行为继续下去 我们可以预期无象牙的大象将成为新常态 大西洋雪鱼 大鱼是更好的鱼 至少对我们的渔民来说是如此的 不幸的是 由于商业船队对大鱼的过度捕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现在大鱼供不应求 似乎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变小 这正是大西洋雪鱼已经开始做的事情 作为世界上被过度捕捞的物种之一 基于大西洋雪鱼的尺寸 人类对这种美味的鱼垂涎三尺 1992年的休鱼期见证了雪鱼捕捞液的崩溃 同时开始了保护该物种的努力 但损害已经造成了 在过去的30年中 据观察 大西洋雪鱼的尺寸缩小了约20% 由于植捕捞最大和最好的 使得该物种中较小的鱼得以繁殖 但是为了防止在它们成年后还没有机会繁殖就被捕获 这些鱼的性成熟年龄 也被迫进化到更小了 以前 当这种鱼身体较大时 会在6岁时进行繁殖 但现在在5岁时就开始交配了 将这种成熟度提高16%以上 意味着它们在被吃掉之前 有更多的机会生育后代 我想我要吃牛排了 杂交小鼠 如果你受到大型镊齿动物传播跳蚤和疾病的困扰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下毒 在这方面 华法林是最受欢迎的 它无色无味 所以老鼠不会怀疑有任何东西 而且它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 它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直到最近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杂交小鼠 它对这种毒素产生了特异性的抗体 这是德国的一家面包店 请来的害虫控制专家发现的 这位专家使用了绣迪龙 华法林的硬核版本 但这种化学物质对老鼠没有任何影响 经过大量的调查 发现一只德国和一只阿尔及利亚小鼠杂交 产生了一只非常罕见的杂交小鼠 与大多数杂交种不同 这种杂交种能够繁殖 阿尔及利亚小鼠以前曾通过一种叫做点突变的过程 进化出免疫力 但与德国小鼠一起繁殖 通过一种被称为水平基因转移的过程 产生了对它们的抗药性 这种过程通常只在微生物中出现 引用星球大战中的一句话 如果你击倒我 我将变得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更像是罗登 万 肯诺比 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 天气异常 全球变暖和毛头鹰变色 等等 什么 不 是的 毛头鹰正在变色 随着人类不断将气候变化 推向新的可怕高度 世界各地的动物正在进化 以更好的应对它们面临的新情况 芬兰的鹤毛头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们的羽毛主要是两种颜色 棕色或灰色 在芬兰森林的积雪中 灰核色毛头鹰可以伪装得很好 而棕色毛头鹰则更为突出 由于在对付猎物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灰毛头鹰大量繁殖 占芬兰赫毛头鹰种群的70%以上 但是随着冬季变暖 积雪大大减少 棕色羽毛的毛头鹰开始变成主要的物种 现在占种群的50%以上 这种强迫进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 表明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人类 而且已经在影响我们所看到的生命 但是黄褐色毛头鹰并不是唯一 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颜色的动物 曾经太平洋上的龟头海蛇身上 独特的白色带状是它们的标记 近年来 科学家们观察到 海蛇独特的带状标记消失了 它们看起来完全是黑的 在简齐认为这不是一个哥特式的阶段之后 科学家们更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 结果让它们大吃一惊 调查发现太平洋城市附近的蛇 拥有的微量元素水平比同系的其他种类多得多 如深和鲜 据认为 这些蛇被强迫接受一种叫做工业黑色素的进化策略 为了应对其栖息地附近城市污染导致的环境毒素增加 蛇将摄入的毒素储存在皮肤中 幸运的是 它们可以退皮 摆脱这些毒素 将其对健康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其他遭受工业化影响的动物 如狐家飞蛾和巴黎哥 就没有这种奢侈的待遇了 它们被迫将毒素储存在它们的羽毛和保护膜中 将它们变成了黑色 臭虫 你有没有上床睡觉醒来后浑身都是红色肿块的情况 很可能你的床上有臭虫 它们是让人讨厌的小动物 专门以吸血为食 就像跳蚤或我的前妻 它们藏在床上 沙发上 衣服里 任何柔软且容易隐藏自己的地方 也很像我的前妻 通常你可以通过彻底的清洁和喷洒普通杀虫剂来处理虫害 不像我的前妻那样 这需要律师 大量的律师 但是如果你住在纽约 我有一个坏消息 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纽约的臭虫对标准杀虫剂的抵抗力 比佛罗里达的臭虫强250倍 这是因为控制神经细胞复原力的一个基因的变化 使它们会产生更高水平的酶 以便吸湿它们的毒性 为什么呢?因为反复使用杀虫剂是一种自然选择 所以只有最强硬 最脏的臭虫才能存活下来 把它的遗传物质传下去 我已经铺好了床 我想我们真的必须躺在床上了 科迪亚克雄 科迪亚克雄 有时被称为阿拉斯加棕雄 是棕雄物种中最大的一个分支 除了北极雄之外 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雄 与体重达360公斤的棕雄表金相比 科迪亚克雄的体重已超过680公斤 便于看得清楚 它相当于100个保龄球 或一辆现代迷尼库普的重量 但是它曾经要大的多 国家地理记者 道格拉斯查德威克在1990年注意到 科迪亚克的平均尺寸在逐年下降 但科迪亚克雄只剩下在阿拉斯加的几个偏远岛屿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进化受到破坏 很明显是人类 说的更具体一点是猎人 当时发现猎人会为私人狩猎向导 支付2万美元或更多 随着通货膨胀 这相当于今天的39000美元左右 付出这么多钱 意味着猎人想要更大的战利品 而较小的变种得以自由繁殖 并将其体型小的精英传给下一代 有时尺寸真的是一切 狗 狗可能是最著名的动物粒子 它的进化是人类直接干预的结果 它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把它们培育成了最好的朋友 它们是现在濒临灭绝的灰狼的后代 曾经可以长到6英尺长 重达120磅 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控制着它们的繁殖 使它们具有了家庭化的特点 并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狗 几百年前 这些品种中的大多数都有特定的用途 贵宾犬最初是枪支犬 因为它们的嘴很软 所以非常适合叼回猎物 大麦丁犬 引起耐力而被培育出来 在1700年代 人类为了显示身份 会让它们与马车跑在一起 而斗牛犬早在五世纪的英国 就被培育出来帮助屠夫控制牲畜 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但如今 对狗的劳动力的依赖已经下降 这意味着它们新的变化是为了 时尚 法国斗牛犬 是一种流行的可爱鼻型犬种 与吉娃娃和薄眉犬等手提包狗一样 是专门培育出的小尺寸物种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非自然选择 所带来的医学影响 使许多鼻型犬患有呼吸问题 小型犬患有牙齿过度拥挤 低血糖症 膜绊病 病骨松弛 颤抖和更多疾病 狗也许是人最好的朋友 但人也许不是狗最好的朋友 与狗不同的是 并非所有的动物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才能慢慢适应人类社会的条件 较小的物种 如蜥蜴和昆虫的繁殖速度快得惊人 有的周期短至25天 这意味着遗传物质 和指使在某些物种中 比在其他物种中传递得更快 以安诺尔蜥蜴为例 这种伯多黎格的小居民 可以在30至40年内 胜任100代的生育工作 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而这也正是他们所做的 为了适应这个水泥和玻璃 多于树皮的世界 在城市居住的安诺尔蜥蜴变种 已经发展出更长的腿 和更大的支垫附着力 这意味着它可以在 更光滑的表面上加速前进 与森林居住的同类形成鲜明对比 自然选择 在其作用 城市鸟类 你是否曾在一个音乐 播放的非常响亮的酒吧里 发现房间对面有一个漂亮的人 你试图叫他们过来 但回应是 什么 然后就立即拒绝了 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时 请考虑一下城市鸟类 在公园和绿地中 以城市为中心的鸟类 不断地与交通噪音争夺交配的声音 但DC发现鸟类在与城市的噪音竞争时 改变了他们的歌唱方式 鸟类的歌唱时间更短 带宽更小 频率的变化也更小 他们通过压缩他们的歌声来适应 就像卡拉OK职业的一个最久的朋友一样 真的把它唱出来了 改领域的更多研究表明 当把城市鸟类与那些在人工饲养的 暴露在嘈杂环境中的鸟类进行比较时 同样的效果并没有体现出来 这意味着这种效应无法在实验室中重现 所以这是整个群体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反应的转化 也被称为进化 那么 这些变化中 哪一个最让你震惊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我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